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中国的政局也变得伯爵云归 习近平又是对两任国防部长痛下杀手 又是赴延安强调刀把子 要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看来习近平对三中全会解决经济问题 并不抱有信心 他真正担心的是军心不稳 但他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 越是对军队的清晰 就让他越对军队不放心 民主人士吕洪来先生在文章 解放军是习近平个人独裁最大障碍中指出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当解放军对习近平不忠诚 发展到双方完全无法信任时 当解放军与习近平之间的矛盾 发展到无法调和时 当习近平对解放军的领导完全失控时 那就是习近平个人独裁统治垮台的时候 也就是说呀 那就是他上中敲响的时刻 这里说的解放军是习近平个人独裁最大的障碍 并不是说解放军主张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社会 而是说习所搞的倒行律师各人独裁 建立习家王朝搞砸国民经济 让中共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究竟 严重危机到中共的统治地位 伤害到中共红色家族的切身力 因而引起中共党卫军的不满和抵制 成为习建立习家王朝最大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习近平将党卫军变系为习家军 解放军本来是中共地上 并受中共绝对领导的 终于是共产党 保卫的是共产党的红色江山 是为实现共产党政治目标服务的武装力量 解放军的性质是党卫军 而习近平上台后 实行个人独裁 富比帝制 企图终身执政 隐身身把这个中共的解放军 拖进了手术室 进行了变性手术 将它变成习近平的习家军 所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解放军的性质和死力 正是由于习上台后所作所为 严重背离解放军的性质和死力 必然造成解放军和习近平的矛盾 对习的绝对不忠诚 在如2024年4月19日由习亲手建立仅八年的解放军战略资源部队 突然被习莫名其妙的解散了 至今原因不明 但是可以肯定不是贪腐问题 因为贪腐需要处理的是人完全没有必要撤销整个部队的建制 第二 习无法赢得解放军的忠诚 大家知道 作为中共手中的枪杆子 解放军一直被灌输 是忠于党捍卫共产党领导 加持解放军的各级实际指挥权 一直控制在红色家族手中 所以过去解放军是一直忠于共产党的党卫军 习近平上台却要解放军宣誓 要听习主席指挥 对习主席负责 让习主席放心 要忠于核心 拥护核心 跟随核心 捍卫核心 将解放军自诞生以来所争存的 对党的忠诚变成对习个人的效忠 这无论从历史 从现实 从性质 从使命 对于解放军都是很难转变的 也是让解放军很难走出明确选择的问题 在专制极权社会 军队忠于谁 听谁的指挥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没有军队的支持和拥护 专制极权统治是无法维持的 在中共建政后 无论是四人帮的倒台 还是华国锋 胡耀邦 赵紫阳的下台 都因为手中没有军队 无法得到军队的支持 今天习虽然军权在握 可以提拔策划军中的高级将领 可以撤销军队的建制和方号 但是只要还是解放军遗传的就是共产党的基因 就存在一个忠诚的问题 这是习个人独裁上无法预约的障碍 由于习上台后所搞的是一人独裁 终身执政要建立习家王朝 这就冲击了共产党的统治 领导地位和利益 也和一支掌握解放军各级指挥权的红色家族 产生了冲突和矛盾 第三是习无法掌控解放军 牢牢掌握军队 是习进行个人独裁 复辟习家王朝实现终身执政的根本保障 维持习上台以来 不停地对军队进行清洗整数 经最近一年多来就整数了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总副参谋长魏凤和 前火箭军司令员吴国华 致意生亡 前红军上将刘亚洲被判无期徒刑 原火箭军高层张整中张又林 劳文敏 解放军既有客观原因 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解放军作为武装力量 有着自身的专业性 独立性和封闭性 解放军有自己独立的指挥系统 有严格的上下级领导关系 担任军中职务需要相应的专业资历和等级 不像地方上人事安排 可以随意调动 这让习很难在军中安插心腹和亲信 这是习无法掌控解放军的客观原因 其次解放军是由中共早期红一代创建 因此解放军的领导权 一直掌控在红色家族手中 以前领导解放军的是十大元帅 十大将等开国元勋 今天在军众担任要职的 大都是开国元勋的后代 就是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 出于维持自身利益和家族利益的考虑 他们的习大搞个人独裁 建立习家王朝会出自本能进行抵抗 因为没有哪一个红二代、红三代 愿意看到父辈用玄写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 变成习家天下 更不愿放弃 已有到红色贵族的身份 心甘情愿去做习的加入 这应当是习无法掌控解放军的历史原因 第四 习无法遏制腐败 中共军中的腐败甚行 买官卖官 司空见惯 干部的提拔内容 完全靠关系和行贿 加上解放军落后的领导和管理体制 这样很容易在军中形成大大小小的帮派和山头 这些帮派和山头 一旦做大做强或者遇到风吹草动 极有可能对政权的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 这本是解放军存在的严重弊端 但现在却成了军中形成反习势力的土壤和条件 是对习个人独裁建立习家王朝的一种潜在的威胁 第五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限制解放军 这是由于中共政权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 一直将解放军置于中共的绝对领导之下 除了服从中共的绝对领导 坚决听党指挥 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和全国民众 对解放军没有任何制约 而所谓的中共领导 现在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 说白了 是解放军只听习指挥 只服从习的领导 只对习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习家王朝建立 共产党对解放军绝对领导 就会名成死亡 而一旦军队公开抵制解放军 解放军就会成为不受制约的力量 当解放军失去制约后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习既没有带过兵 也没有打过仗 一旦军队各据 军队造反 会让习束手无策 无从应对 以上五大因素 决定了解放军 是习个人独裁最大的障碍 是习的心腹大患 但是这种矛盾和斗争 说到底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 如果说有什么正面的意义 就是能够让习的倒行律师有所忌惮 其次就是可能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可以加速统治集团内部的风化瓦解 为中共政权的崩溃解体创造条件 当解放军对习近平的不忠诚 发展到双方完全无法信任的时候 当解放军与习之间的矛盾 发展到无法调和的时候 当习对解放军的领导完全失控的时候 就是习上中敲响的时刻 以上是吕洪来先生文章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得控制军队进行过谋划 他深知在极权社会不掌握军权 自己就会重蹈四人帮的利益 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能 习近平军队极权还是成功的 但当他大权独了 他也无法控制自己对权力的贪婪 希望将党卫军变性为习家军 成为自己的御林军 于是不断的清洗军队 但这样他就在军队培养了一支 如影随形的反对力量 让自己更加惶恐不安 这就是独裁者的书必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